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年悲观到爆增7倍 特朗普蓄台军费提高GDP的10% 澳洲前副防长 澳洲启动备战 各位YouTube和关键世界的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美快报》 我是斯琪 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日 今天10月1日 以色列军方证实 伊朗开始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 以色列全境响起警暴 伊朗领导的武装组织 正式对以色列宣战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今晚将在中东发动强大打击 而美国发表声明 美军将会和以色列合作 伊朗将会遭受严重后果 而伊朗最终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报复 他们的行动已经完成了 据伊朗半官方通讯社 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说 伊朗今天表示 这次侧击是以以色列为目标 目的是报复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努拉 伊朗国家电视台说 伊朗首次用高超音速导弹发塔攻击了 以色列铁供雷达系统 根据以色列军方消息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一百多枚远程弹道导弹 据信至少有一半的导弹被以色列军队 以及美国和区域合作伙伴组成的联合盟军蓝节 大多数伊朗导弹落入海洋和空地 而伊朗自己说 80%的导弹击中目标 目前只有约弹报告伊朗侧击时 碎片导致约弹有两人受了轻伤 而一枚弹道导弹在发射期间爆炸 5名伊朗革命卫裔成员丧生 至少12人受伤 不过有两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襲击了特拉维夫的一个火车站 已有8人丧命 一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正在调查是否配合伊朗的导弹侧击 另外伊朗今天瞄准的是特拉维夫的摩萨德基地 还有附近3个军事基地 而内瓦帝姆空军基地受损严重 现在无法使用 至少有20架F-35战斗机被确认损坏或被摧毁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下令住宅中东的美军 帮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襲击 并击落导弹 并指示美军协助保护以色列 他和何金黎一起在白宫的军程室监视这次 襲击事件 五角大楼表示 他们正在跟踪局势 目前住宅在中东的美军未受到伊朗导弹襲击 而美军在地中海东部部署的驱逐舰拦截了伊朗数十枚导弹 美国目前有山手导弹驱逐舰在地中海作战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或采取进一步的恶意行动 将受到严厉报复 而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美国 过度支持以色列 伊朗将瞄准美国这个地区的基地 伊朗威胁美国 如果在以色列攻击伊朗炼油厂 伊朗将侧击中东地区所有炼油厂、油田 包括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科威特、阿联油和巴林 以色列本方公告说 今晚将在整个中东 发动强有力的大规模空袭 法制要对整个地区的伊朗资产作出严厉的回应 奈塔尼亚湖发影片说 伊朗今晚犯了一个大错误 他会为此付出代价 自由世界必须支持我们 美国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正在和全球邪恶的根源作斗争 无论谁攻击我们 我们都要反击 现在是表达你支持的时候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美东时间下午表示 伊朗将因今晚对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襲击而遭受严重后果 美国将与以色列合作 美国会确保这样 拜登说 伊朗对以色列的襲击是失败和无效的 约旦官员报告称 今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被约旦武装部队击落 约旦宣布约旦武装部队的所有支部和部队 都已处于高度备战状态 华尔街日报报道 以色列已经通过阿拉伯国家渠道警告伊朗 任何对以色列领土的直接攻击 都将导致对伊朗核涉丝和石油基础涉丝的击击 值得关注的是 两天前以色列摧毁了距离也门2200公里的 整个石油基础涉丝和发电厂 而伊朗的核涉丝距离只有1600公里 军事博主发影片显示 今晚伊朗各地加油站的汽车排成一排 因为他们知道伊朗的石油基础涉丝很快就会消失 不过路透社的消息说 伊朗已经表明 除非以色列决定不采取报复 否则他们的行动已经结束 而如果以色列回应 他们将瞄准以色列的军事和安全地点 导致更大的浪潮导弹击 大家觉得以色列会不会还击呢 还是事情到此为止 大家可以发表你们的看法 在下面留言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辩论很可能是选举日之前的最后一场盛大选举活动 这个在美国历史竞选史上还是首次 由于很多选民仍然表示他们对何锦丽不够了解 可能要由玉尔芝来说服他们 信任何锦丽 而在被何锦丽选为副手前 玉尔芝几乎不了解何锦丽 她团队的人员透露 她曾经多次提到 很担心令何锦丽失望 另外玉尔芝担心 曼斯在耶路大学 一定学会了 如何成为一位 很厉害的辩手 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 准确表达 证明自己的观点 报导指出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玉尔芝在10月1日晚上的策略 就是围绕曼斯直接攻击特朗普 而目前 外界聚焦两人的辩论点 可能会围绕几个议题 一个是中国问题 一个是堕胎权问题 还有有关海地非法移民问题 40岁的曼斯 2022年进入国会 担任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之前 她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在耶路大学毕业 做过律师 风险投资家 她还是一名唱销书的作者 浅述摇摆州家庭的价值观 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回忆录 曼斯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等 全方位对中共强硬 她曾经在国会 提议限制中共政府 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和交易所 她说北京 试图牺牲美国人的利益 来令自己自负 因此她主张 协助美国企业 将关键供应链 迁回美国 减少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 另外她还提出 美国必须再次为 军事制造业的生产提供资源 维持美国的军事实力 这样才可以压制中共的野心 而民主党候选人 沃尔之曾经在《中国教书》 目睹六四 昨天美国国会监督和文责委员会的主席 科蒙發帖 她收到国土安全部吹哨人的爆料 披露了沃尔之和中共关系的信息 说这将造成国家安全风险 所以沃尔之的对华态度 备受关注 60岁的沃尔之是退伍军人 做过高中教师 担任六届联邦众议员 及两届明尼苏达州州长 现在是民主党州长协会主席 她在1989年至1990年期间 在中国广东一所高中教书 她谈论过六四 说令中国人民知道 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很重要 看到民主女神像被树起来 她说是很了不起的景象 她说她很荣幸在那里 看到中国人民的精神 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她还认识到自由应该发扬光大 但是沃尔之在中国问题上 主张和中共实现贸易谈判正常化 认为中国的市场不可代替 同时她对提高关税可能导致中共报复 而可能使明尼苏达州出口市场关闭 表示担心 十一长假社交媒体上 突然流传很多年轻人 穿着着精神病院的病号服 集体出游的影片 今年是中共见证75周年 而中国人说国运很衰 BBC也为习近平献上一份特别的报告 中国人20年来悲观到爆增7倍 9月30日一篇自媒体文章指出 十一长假来了 年轻人终于有了放松的机会 不少人选择在假期风游 来治愈自己因工作选耗的精神 中国社交媒体上也传出很多影片 一群群年轻人集体穿着病号服 在草原、森林、沙漠等地方 跳着怪异的舞、打滚 以及做出各种古怪动作 场面有些诡异 其中一名叫娟子的影片博主 因拍摄穿病号服跳舞的影片 吸引了大量粉丝 他说穿病号服就是为了好玩 缓解焦虑 但有时也会引起误会 有一次他穿着病号服在河边跳舞 被一位老人看到 不以为他要跳河自杀 当场报警 穿病号服风游的影片在网上爆红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效仿 淘宝网同款病号服的手杀量 销售量爆增 登上热手榜 有商家表示 病号服近期日均销量上百 不少人购买用衣拍照打卡 穿病号服风游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旅游项目 有导游将着病号服拍照加入旅行团项目中 结果有20多人参加 这个导游发布的影片显示 当他高叫病友请集合的口号后 这些年轻人全部换上病号服 一起在草地上打滚跳舞 做出奇怪的动作 查询网络发现 这些病号服近两年来 开始在中国流行 有网友称 这是为了舒缓压力 治疗自己因工作而损耗的精神 有网友自我安慰说 自从这样神经之后 精神状态果然恢复了很多 而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青年集体着病号服出游的异常现象 突显当前中国社会已处于一种病态 近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率飙升 年轻人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职场竞争異常激烈 很多人陷入焦虑状态 年轻人集体自杀事件 逆时有发生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一位37岁的北京白领 杨洛说 他选择了在11月 国庆加入出国旅游的人潮 他选择了难看 因为在北京很无聊 他说在中共建政75周年的日子 作为首都的北京 除了到处可见的悬挂国旗和花壇摆设 其实是没有太多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杨洛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 今年经济不太好 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如果国庆再搞大 那肯定会被纸骂 估计国家也没钱搞 家里住在北京 从事翻译工作的中产人士 周飞直言说 他和身边的朋友 都认为国运很坏 他说 这种心态 来自于整体经济的不可预测性 中共建制75周年 BBC特别献上专题文章 直指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越来越惨 中国民众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情绪明显上升 从2004年的2.3%上升到 2023年的16% 差不多是7倍左右 而民众对生活有改善 会越来越好的比例 正大幅降低 调查还揭示 中国社会的乐观情绪 也都从2023年激劇惑化 研究表明 民众认为成功的决定因素 从个人努力 转变为家庭关系和特权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躺平 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森 在9月30日刊登了他在16日对特朗普的专访 特朗普说 在他任内 北京不会侵犯台湾 但最终会侵犯台湾 所以他认为台湾应提升军费至GTB的10% 而澳洲也对台海危机感同身受 认为澳洲现时要备战 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说 台湾局势很棘手 台湾距离美国达9,000英里 距离中国大陆近100英里 当我是总统的时候 中共不选择动手 但最终他们会动手 特朗普表示 台湾应该支出GTB的10% 他希望台湾的领袖 在未来4年内大幅增加国防投资 而中共对印太的威胁 连澳洲也感同身受 澳洲前国防部长蒂布 在9月30日也发出警告 尽管乌克兰战事持续升温 但对澳洲来说 台海战争的风险 先是国家安全的头号隐忧 蒂布警告 俄罗斯和北约的对抗升级 可能为中共入侵台湾提供机会 一旦中共在俄罗斯扩大战事的时候 对台发动攻击 即使台湾本身不属于澳洲的直接战略利益 但若中共成功占领台湾 并击敗美国 将对澳洲的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 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中共向南扩大 并在澳洲周边设立军事基地 美国可能因为战败而回归孤立主义 导致澳洲陷入战略孤立 日韩可能被逼向中国让步 并转移发展合武自保 使中共在东亚取得军事主导地位 而澳洲失去美国支持 国防能力将大幅削弱 可能被逼采取中立立场 最坏的情况是 俄罗斯在欧洲获胜 同时中国击敗美国并控制台湾 日本和南韩沦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整个局势可能演变成全面核战 因此敌布呼吁澳洲积极备备战 除了有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QUAS前欄外 更应快速构置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 长程反乱飞弹 并考虑封锁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 特别是阻止中国的80%的石油入口 限制它的船隻通过马六格海峡 以他海峡、龙木海峡等关键行道 今天台湾从美国采购的首批100套 陆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和400枚导弹已抵达高雄港 报道说台湾这次购买的鱼叉导弹 据说射程比美军现役的更远 台湾还计划在高雄、屏东及云林等地 建立六个导弹部队营区 以此提升防疫能力 这次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 会在村埋景标指出 准备